我們看這題 這題通常說 如這個圖 這個三角形 ABC 是資料三角形 這個角形是資料 然後 AD 跟 AB 垂直 那 AC 跟 AF 也是垂直 那 F 跟 EV 直線的延長線交以 V 點 然後 AD 跟 VC 一樣長 這個樣長 AD 跟 BC 一樣長 那現在要你證明什麼呢 證明說 CF 平分角 C 平分這個角 這怎麼證明 首先我們看看 因為這個角是直角 這個角是直角 所以的話 這兩條線互相平行 就是 AF 跟 BC 互相平行 互相平行以後的話 這個角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因為他內錯角 還有呢 這個角 跟這個角也是一樣的 也是內錯角 再來齁 這兩個角也一樣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角加這個90 這個角加這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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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個角就一樣 所以這個跟這個角一樣 這三個角是一樣的 現在齁 這個是180 這三個角加 180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是全等的 為什麼是全等呢 因為這兩邊一樣 對一邊一樣 就是 ASA 這三角形 ABF 全等於三角形多少呢 就是那個 ABF 就是那個 ABF ADC ADC 這兩個角是互相全等 好 那全等以後的話 那我就 嗯 兩個全等的話 所以我就想著 這一邊齁 這一邊的話 跟這一邊是一樣的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三角形 是完全一樣的 那你就給它轉幾度呢 給它 這一邊齁 給它轉到這裡來 就給它轉90度來 這個三角形 ADC 給它轉90度以後 就跟那個 AEBF 互相重疊 就是說齁 重疊了以後的話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 這一邊 就變成這一邊 這邊 這邊的話 撞到這裡來 這個就撞到這裡來 撞到這裡來的話 這一邊就撞到這裡來 就是說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所以齁 對應邊呈比例 對應邊就這個三角形的這個邊 跟什麼呢 跟這個三角形的這個邊一樣 所以齁 AC AC 就是這個角 這個角對應的邊 跟這個角對應的邊一樣 等於AF 因為對應邊的相當 兩個三角形的話 對應邊相當 好 那這兩邊一樣的話 所以我就想了齁 角 AF C 等於 角 AC F 等於 AF 等於 AF C 等於 AF A AF 就是 C B 所以就得到 呢 角 ACF 等於 角 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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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C 也就是說齁 CF 所以齁 CF 齁 平分 AF 平溫 這個角 平溫 這個角 平溫 ACF 這樣就得正了 可以 做到 CF CF CF